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课 这节课是一起来学习 使用协程方式来利用primico来操作多台服务器 然后课程目标是有几个 一个就是理解协程的概念 然后为什么要使用协程 然后python这个goevent的这个协程库的这个简介 然后如何利用goevent来实现 然后我们这个primico来操作多台服务器 首先我们来看协程的概念 那什么是协程呢 协程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用户空间的线程 操作系统对它是不知道的 一无所知 然后需要用户自己去做调度 比如说进程、线程 然后操作系统都是知道它的存在的 但是协程的话是一种用户空间的一种操作 操作系统对它是不知道的 然后为什么要使用协程呢 与线程不同 协程就是自己主动让出cpu 交给它期望的下一个协程来运行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都可能被系统调度打断 因此协程的使用更加清晰易懂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锁 不需要像线程那种锁的机制 与线程相比 然后协程的切换有程序控制 发生在用户空间而非内核空间 所以说上下文切换的代价非常小 在某种意义上 协程与线程的关系 类似线程和进程的关系 多个协程会在同一个线程的上下文中运行 这样程序就好比 这样程序就比多线程好理解 因为它是在一个线程里面的 我们就看一个视图 比如说我有那个一个进程 它有多个线程 但是一个线程内 它又可以有多个协程 然后这些协程就是说 由用户 也就是由程序员来 定义它在什么时候交出这个控制权 给其他协程来进行一些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它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协程库 就是GoEvent GoEvent是基于LabEV的一个并发库 它为各种的并发和网络相关的任务 提供了整洁的API 在GoEvent中用到的主要模式 就是GreenLat 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线程 其实就是以C扩展模块形式 接入的Python轻量级的协程 GreenLat全部运行在主程序操作系统进程的内部 然后是协作式的调度 其实就是协程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GoEvent这个API 它就是一个Spawn 它比如说把这个 鞋程的这个需要 实际操作的这个函数 跟它的参数传进去 然后就创建GreenLat 就是创建一个鞋程 然后它有个Sleep的函数 就是用于鞋程的上下文的切换 把主动全给交出去 然后有一个John O 就是阻塞当前的流程 执行所有给定的这个鞋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图 比如说这段代码 它的它的执行序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Green 创建出来的鞋程 它Sleep的时候 就是切换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到其他程序中去运行 然后其他程序再会让它再切回来 然后它再回到原来的流程去运行 这样就做了一个交互式的操作 这样这张图就很明白的 表明了这些 然后我们来编程实现 如何用Permico来操作远程机器 一个就是对原有的序列化的 这个操作进行修改 然后要手动的切换 就是把这个程序给切换出去 让给其他鞋程去操作 然后就是真正的创建 这个鞋程 等待鞋程的结束 然后我们整个操作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打开 怎么改呢 这个是原来的 比如说查询远程机器的这个 这个配置 这个比如说查询它的 当前的时间 Data的话 我们 这个都是在之前的课程讲过 Persess 比如说 SSH 它这个配置 把它的Section传进去 比如说 SSH0 对 然后我们如何修改呢 其实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然后让它手动的切换 怎么切换 我们这个叫 GoEvent Process 比如说创建出来这个对象 我就 我就把它切换出去 切换出去 首先要引入这个GoEvent 这个 这个库 然后掉它的 Sleep 让它手动的切换出去 比如说Connect的时候 再切换出去 然后我们 就开始 在主函数里面 就建立这个 建立这个 斜程 建立斜程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它一个Event 的话是 GoEvent 把斜程的函数和它的参数传进来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Section SSH0 然后 这个 比如说我们 它 让它 让它JoinO JoinO 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 那个数组 然后我们 其实这应该申请一个Event 这把它Event给放进来 把这个 申请的这个协程给放进来 然后我们JoinO 然后把这个Event 让它阻塞住 等待这个让这个进程 等待所有协程的这个结束 我们看一下 对 多个协程的话 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 比如说这个TaskNumber是6 我们就把它便利 运击TaskNumber 然后这个Section Section呢就是这样子 就是SSH加上STRI 然后把Section传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查询6次 对6个机器进行查询 对 然后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耗时 把它 耗时给打印出来 就是两个的时间差 它花费了3.80秒 我们就 我们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 根据之前的经验 把这个顺序执行 跟这个协程式的执行 协程式的就是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查询 机器服务器的状态 这个过程 它所花费时间 其实它还是有个时间优势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时间优势体现的不明显 是因为我们只有 只有在应用层 然后去主动的切换 这个协程 然后在这Permaker内部 我们其实是没办法 利用这个协程的这个切换的 因为它内部是封装起来的 只允许我们调用这些 它现有的这些函数 我们中间是没办法打断它的 只有在这个具体的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两个run command之间 我们可以加一个协程 让它切出去 比如说我这 我这又加又查询 又查询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之前的查询它的内存 我可以在这再切一次 对 这样的话就主动的切换 就是说 利用协程之间的操作的话 如果多个协程之间 我们的这样切换的话 它其实最终的效果 是比顺序执行的时候要好 因为它是利用了协程的这个优点 下去呢 大家可以把顺序执行 跟这个协程之间的 在考虑它之间的亦同 差异性 然后比较一下它两个时间上的差 那个 其实结果应该是这个协程会 在时间上会略占优势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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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